Hello,大家好,我叫Winnie,我是在三藩市环境局服务。 我们今天是要来介绍一些清洁和消毒产品,对你本人和家人的健康,会更加安全和效果都一样好。 我们今天还会教你做一些简单的行动,安全地使用你购买的清洁剂和消毒产品, 以至改善你家室内的空气质素,和达到保护你家和你家人的身体健康。 首先,我们所有人都值得住在一个健康的家,和我们所有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特别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由吸尘、除尘到消毒,清洁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有一天,家里都会变得邋遢,和需要打掃来保持清洁,对吗? 这些是没办法避免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清洁保持干净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方式,又或者是疗疑方式。 有些人就很害怕做这件事,但既然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坦白说,为了令自己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事。 当我们所有人都努力保护家人不受新冠病毒侵袭的时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劲于清洁,和消毒家里的环境。 但是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清洁剂,和消毒剂,例如漂白剂,可能都会引起酵寸症患者的酵寸发作。 同时,它事实上可能还会引发一些以前本身没有酵寸症的患者,离患酵寸症。 为什么要讲这个酵寸症的问题呢?根据数据显示,在2012年,三藩市有超过8万名儿童和成人受酵寸之苦。 有超过3万2千名儿童和青少年,因为酵寸而住院至少一次。 酵寸症比例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使用含有漂白剂和氨的清洁产品是其中一个触发酵寸的因素。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有几类人群较容易患上新冠病毒。 例如,长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又或者本身患有肝病和肾病的病患者,又或者有严重肥胖症的人群, 还有严重心脏病问题的人群,都会比一般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同时,美国疾管局还将中度至重度酵寸,列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因素之一。 作为我们健康家居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是有更加安全有效的产品,可以用来清洁和消毒我们的家。 我们不希望大家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反而变得伤害自己。 如果今天的讲座只记得一件事,我希望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是先清洁后消毒。 因为如果你没有霜台面、霜台、表面上的灰尘或者污漬清洁才消毒的话, 是等于没有正确消毒的。 首先,我们来谈谈清洁剂,然后再谈谈消毒剂。 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一直都以为清洁剂和消毒剂是没有不同的, 但其实是错的。清洁剂只能去除污漬。 消毒剂只能去除污漬。消毒剂对污漬是没有效果的。 但其实,细菌、真菌或者病毒, 我会附住在那些疟痕粒子或者污漬上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清洁后消毒。 这样才可以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 那我们应该要使用哪些家庭清洁产品才是正确呢? 当我们走入商场的时候,我们在清洁产品区,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品种的清洁用品。 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它们只是有气味和颜色上的不同。 当我们现在加倍努力保持安全和家人的健康的时候, 选择正确的清洁产品就会变得甚为之重要。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产品对你的家人的健康更加安全呢? 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成为标签阅读者。 因为选择标签上这些有验证标记的清洁产品, 它们的效果和其他清洁产品是一样好的。 但是它们会对你和家人的健康更加安全。 因为带有这些标签的产品, 它们所含的每一种成分, 不单只是活性成分, 所有成分都会经过科学家的验证和检视。 究竟哪些标签可以称之为可信赖的标签呢? 虽然清洁产品对于去除微生物的效果很好, 但其实它是没有受到美国环保署的规范的。 你经常看到有些写着天然或者绿色等字眼的产品, 会令你以为这些产品是比较安全和比较环保, 但其实通常这些产品都是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些宣传是属实的。 如果你想买更安全的清洁产品, 你就要找标签上有任何以下这四款认证的产品。 最常见的家用产品标记就是左手边写着 safe for choice 这个标字。 当你买清洁产品的时候, 你看看产品上面有没有写着任何这四个其中一个标字, 都会帮你选择到一个可以健康可顺利的清洁产品。 当然,我们都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做更加安全的清洁产品。 既然我们建议大家先清洁后消毒, 那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做一个清洁剂呢? 这样又可以省钱和减少你家人, 或者你自己接触到标签上, 可能没有列出的有毒成份。 最好的例子就是这幅图显示的柠檬。 大家都知道柠檬汁可以令到你家里保持清新气味, 不需要使用任何人造化学物质, 而且柠檬是可以去油汁的。 还有一样是小沙打粉, 小沙打粉不单可以用来烤蛋糕、烤面包, 还可以用来清洁水槽和洗手台, 还可以除臭。 另外,如果你用刷子加一些小沙打粉, 刷子可以去除那些细菌汁。 还有一样就是肥皖水,简单的肥皖水是我们对抗细菌的好朋友 当你在去除污垢的时候,其实附在污垢上的细菌都会被一起去除 因此大多数时候你在家里是不需要使用到漂白剂或者其他贵的消毒剂 如果可以的话,在购买洗碗液的时候,尽量不要购买含有香精的洗碗液 因为那些香精可能会引起酵喘性疾病或者呼吸系统疾病 还有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清洁的时候,尽量使用超细纤维布 使用超细纤维布来清洁和抹桌 它们可以帮助吸附层和重复使用 它们可以在减少清洁时对化学物品的依赖 例如,你可以简单用自制的花眼水,加上超细纤维布来抹窗 代替我们平时使用的窗户清洁剂,同称为玻璃水,效果都可以很好 我们也帮你们整理了一些自制清洁剂的做法和一些很好的主意 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家居计划的一部分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这些资讯 内容都会以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提供的 好,我们也说一次希望大家先清洁口消毒 因为当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新冠病毒的危害的时候 清洁是消毒的第一步,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先清洁,你就没有正确地消毒 当我们清洁了我们所需要清洁的平面之后或者物件之后 第二步我们就可以进行消毒了 究竟什么是消毒剂呢?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消毒剂 消毒剂是杀菌的化学品 由于消毒剂是用来杀菌的 因此美国环保署规定消毒剂必须经测试和注册 这项程序是可以确保到我们知道 每一种产品可以成功有效地杀死它 应该杀死那种细菌 每一种消毒剂都会杀死一种特定的病毒和细菌 这些效用都会经过测试和注册 基于这个问题,美国环保署是针对证明可以杀死每一种微生物的所有消毒剂建立一个清单 这些清单是会以英文字母为标题的 如果你想杀死新冠病毒 那你就需要在环保署N字的清单上的消毒剂 其实美国环保署对消毒产品是着重于它们的功效 但其实有很多消毒产品含有漂白剂或者氨 这些都可能会引起烤喘或者令到烤喘病恶化 我们建议大家避免使用含有氨、漂白剂、磁绿炎酸 又或者香味特别强烈的产品 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更安全的消毒剂呢? 在三环市,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产品对自己和对家人 都是既安全又有效 那我们可以透过三环市环境局创立的一个网站 叫做SF Approved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搜寻更安全的消毒剂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功课问题 我们都可能比较难找到你想要的产品 但是无论你在使用哪一种清洁或者消毒产品 其实你每天都可以采取一些很简单的行动 来减少或者避免你接触到的有毒化学物质 都可以令到你和你家人更加安全和健康 首先最简单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你清洁或者消毒的时候 打开门窗来增加通风 又或者你可以打开风扇来增加通风都可以 再来就是当你在清洁或者消毒的时候 你附近的食物都必须要盖好或者移走 当你消毒的时候 你对经常触摸的表面是需要加强消毒的 例如电话、门柄、跪的把手、栏杆 而且家里不仅是一个人使用的其他设备和表面 噴完消毒剂之后 不要立刻抹干它 因为消毒剂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起作用 首先当我们清洁了表面 然后我们可以将消毒剂噴在海面或者抹布上 然后再抹你需要消毒的物件或者表面 然后再需要等表面保持10分钟 然后我们再将残积、水积抹掉它 这样才能称之为有效的消毒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产品直接噴在表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将产品噴在抹布或者海绵上 然后再测试 因为当你噴这些产品在那时候 发酷物质会进入到空气中 当然如果吸入这些物体的话 它会直接进入去我们的肺部 会对肺部造成伤害 如果你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当你使用这些瓷砖清洁剂去清洁我们的浴室瓷砖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煙霧 可能会令到你感觉到呼吸困难 这些就是因为呼吸度受到刺激 而且这些都会令到新冠疾病的病情加重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这类产品直接噴在空气中 因为将这些清洁和消毒产品直接噴在空气中 杀死病菌 例如新冠病毒这个做法或者这个想法 都是不正确的 而且都不会有效 它只会将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送到你的肺部 可能会引发巧喘病发作 以及会导致这些呼吸系统性疾病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使用装有噴灑头 以及标志为Fragrance Free 无香精的清洁和消毒产品 因为清洁噴霧剂的噴头太过小 所以它们噴出来的微小粒会直接浸入肺部 以及如果带有香精的话 它们也会引起巧喘病发作 以及会加深巧喘性疾病 以及呼吸系统疾病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直接噴在人或动物身上 就算是更加安全的消毒剂或清洁剂 但是如果用错了 或者用得不适合的地方 都会可能发生危险 我们需要了解和严格遵循产品 标签上的说明 来使用这类型的清洁剂和消毒剂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不要把自己当成化学家 因为把不同的清洁和消毒产品混在一起 就算是那些安全的产品 有时化学成份混在一起都会产生反效果 例如按钮加漂白剂 相混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种称之为绿的有毒气体 这些对你的肺部都会造成伤害 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关于清洁和消毒产品 都有可能伤害到肺部 但是其实还有其他室内空气污染物 都可能会影响到你和你家人的呼吸度健康 特别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是尤为之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温乘一下 看看哪几种比较常见的室内空气污染来源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 一般人有90%的时间都留在室内 室内的污染浓度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比室内的污染浓度高出2-5倍 但是其实我们的家居健康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是我们有能力去改善到的 首先我们说的第一样污染物来源 就是叫做沉门或者称之为灰尘 它们都可能会引发起过敏反应 又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 例如酵寸症 还有就是好像西藩市那么潮湿的地方 微菌可能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些微菌可能还会很危险 如果没有立刻去除的话 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还有就是海虫 就好像蟑螂、蟹、老鼠 它们不单是黑人争 它们的糞便和死亡之后的身体部位 都可能会变成灰尘 当我们吸入这类灰尘之后 就有可能引发我们的呼吸系统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噴霧剂 刚才我都说过噴霧式清洁剂和消毒产品的危害 但是当我们使用其他噴霧式的产品的时候 例如发胶、烤箱清洁剂的时候 这些噴霧剂其实都会产生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薄霧都会直接污染到我们的室内空气 当我们吸入了这些噴出的化学物质的时候 它们都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肺部 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和肺部都会造成伤害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空气清洁剂 我们买回家的空气清洁剂 往往含有很多刺激性强的化学物质 因为它们会产生一种令人很舒服的气味 很香的气味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产品标签上 写着有flagrant、香精 又或者看到类似caution的警告字体 这类的产品可能都会含有令到你或者你家人 不是很健康的化学物质 还有最后一个室内空气污染物来源 就是在不通风的室内烹饪 当烹饪时产生的烟雾 如果你是没有涉动的通风系统的话 它们的烟雾就会成为室内的空气污染来源 所以在我们煮饭的时候 尽量保持通风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完整跟你讲解一下 如何做哪些简单的行动来发挥重大影响 以至改善家里的室内空气质素 和保护家人的健康 但是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我们的英文 西班牙文或者中文版的健康家居简报 进来进一步了解如何解决室内空气品质的问题 又或者可以邀请我们下次再回来 和你们分享这些重要的资讯 好了,我们现在来复杂一下 刚才我想说的那些要点 首先,永远都要记住一点就是 先清洁,后消毒 我们需要清洁,抹了它的污漬 然后再消毒才有效 我们不需要消毒所有东西 我们只需要消毒我们经常接触的物件 或者多于一个人接触的物件 再来就是选择更加安全的消毒剂 然后我们必须遵循产品标签上 有关稀释和说明 然后当我们选择清洁剂 在消毒剂的时候 看看它有没有印住 Saver Choice 或者Green Seal 这些标志 因为这些标志都证明了 这个产品是经过检测 证明了它是健康的 和安全的 还有我们建议大家 尽量避免含有 漂白剂、刺绿炎酸 又或者安的家庭清洁产品 最后最后就是 建议大家避免使用噴霧剂 和含有香精的产品 因为它们都可能会引起烤喘 和导致呼吸系统的疾病 今天你都已经学到 做些简单的行动 令到家里保持清洁和健康 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忙 将你今天学到的东西 和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邻居分享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又或者疫情过后 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 还有我们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有人都值得 住在一个健康和干净的环境 还有我们所有人都值得 拥有健康的家庭 我们自己的家人 都有权保持身体健康 多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 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 关于我们健康家居 你们都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又或者发邮件给我们 我们都会尽我们所能回答你们 多谢大家